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1月3日 一代歌后凤飞飞因病离世 享年58岁 已经是无数圈内后辈的目标 无数人心中当之无愧的歌后 遗憾的是生病离去 结局比较欣慰的是 凤飞飞离世时家人都在身边 也算无憾 2011年5月 凤飞飞正筹办台北的演唱会 一次 凤飞飞在台上排练曲目 在反复练习中感觉自己的声带不太舒服 这年 凤飞飞有三场以上的巡回演唱会 需要一遍遍反复练习 嗓子是首当其冲的重要 她放下手中未做完的工作 来到医院做组了详细的检查 隔天结果出来 却是恶性崴重晚期 癌细胞已经由肺部扩散导演后 影响到声带了 前几年凤飞飞丈夫赵宏奇 就是因为患上了肺癌 永远地离开了她 凤飞飞深知肺癌的厉害 她没有向外界透露自己患上肺癌 只告诉歌迷最近身体不适 医生说或许是声带出了问题 恐怕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随即凤飞飞取消了原本计划的三场演唱会 此后她私下秘密求医 凤飞飞去过很多医院 这时对肺癌晚期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 医生只是告诉凤飞飞 在剩下的时间多陪陪家人 凤飞飞心态平和 或许是看过自己爱人离去 所以她有一种面对人生的宿命感 凤飞飞只期盼能够陪伴儿子与母亲多一些时日 好景不长 不过才过了半年光景 2012年刚开始 凤飞飞的病情突然急速恶化 家人赶忙将她送往医院 在两天的治疗后 最终因为病情无法控制而辞世 凤飞飞是在睡梦中离世的 病痛没有给她带来很多痛苦 当歌迷在官网上看到偶像已经病逝的消息时 距离凤飞飞病逝已经一个月了 一时间引起鲜然大波 许的歌迷满心以为在她康复之后 就会继续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就已是物是人非 凤飞飞在网上表示 自己在新年病痛时间太过不巧 她希望在人生的最后能够低调地走完这段路 也为了让爱她的歌迷朋友过个好年 她特地让律师带到元宵后 在公开宣告她已离世的消息 在歌迷替她惋惜的时候 律师再次官宣 凤飞飞觉得此生所过的日子都非常精彩 这段岁月给她带来的几乎是欢声笑语 也十分感谢自己的歌迷 唯一遗憾的是那些没有唱完的歌 若有缆声再唱给喜欢她的歌迷朋友们听 没有给凤飞飞最后办成演唱会的巡演公司 更是觉得遗憾 巡演公司计划给妖T这位万千歌迷信中的偶像 在最后举办纪念音乐会 不过凤飞飞生性低调 她在迷路之际还向家人朋友强调 不要追到会 不管以任何形式 为了尊重凤飞飞的遗愿才就此作罢 据传凤飞飞还未查出病情之前 已录制了四十余首作品 还重新录制了自己之前的歌曲 只待时机放出 可惜这些歌在凤飞飞在世之时迟迟未出 1977年 凤飞飞为穷摇 《我是一片云》演唱同名主题曲 随着电影的爆红 凤飞飞的事业更是走上了一个巅峰 在当时凤飞飞的名气 一度大过统阶段出道的所有歌手 事业如此如日中天 此时凤飞飞也选择结婚生子 还为了婚姻放弃事业 1980年 凤飞飞与母亲英氏来到香港 这时凤飞飞的好友林峰突然邀约 她便应了有人的邀约 凤飞飞与母亲前往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请不吝点赞 If agonbacks 这个相机异� stand 怎么ousse 民优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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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登台凤飞飞总会换上不同的帽子来搭配自己当天的服装 在成名之后 凤飞飞依旧不改以往的习惯 在公开场合里 凤飞飞都会戴着自己所珍爱的帽子 传言 凤飞飞为了借助自己的帽子 特地编辑了一本档案来记录自己的这些帽子 不算没有记下的 光是记录在册的就有六百多个 因此帽子歌后成了伴随凤飞飞一生的代名词 如今还火在歌坛的许多实力唱讲 都曾是凤飞飞的歌迷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凤飞飞顺极一时的光芒 和她相处的点点滴滴 希望这位帽子歌后会记得约定 下辈子还要继续唱歌给所有歌迷朋友们听